民眾黨是蟋蟀嗎 怎麼可以民眾黨 你說一圈圍二 把它更換一圈圍二 然後民眾黨就可以跑掉 然後更換它留在原地這樣 啪嗒啪嗒那個尾巴 不能這樣吧 你剛剛 秋影也是這樣 你剛剛想講的是壁虎吧 壁虎 不是蟋蟀 斷尾丘三 壁虎 斷尾丘 我跟你講是一件事啦 我講錯了 你快點 其實你講了三件事 不好意思 葛瑞斯我今天給你安排第一棒 請你強棒出擊 快點 好 那重點來了啦 我必須講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今天這個林國城講的 他是屬於這個斷尾戰術 他就切了之後跑掉 因為他說高雄安一切為二嘛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什麼 今天民眾黨依舊沒有拿出 到時候明天高雄安如果被判刑 他們的態度是什麼 到底要不要開除高雄安的黨籍嘛 我必須在那邊說我最有資格 我只是罵柯文哲家 我沒有罵啦 我只是評論 他的民調都是作家 分析 就老二 然後我對我就被開除黨籍的情況之下 請問一下 這個所謂民眾黨的高道德擺在哪裡 所以罵柯文哲比這個助理費更嚴重 罵柯文哲比貪污還更嚴重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有點不甘心 那另外我來講啊 先來講 你看高雄 這個柯文哲的動作 其實柯文哲他週末跑去 先跑去找這個柯美蘭 因為柯美蘭一個協會嘛 然後呢 他成立啊 所以他就去 那去了之後再跟高雄安走這個廟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跟高雄安在廟裡的互動不多 不多到 怕記者懷疑說 我我對他好像有點冷感 所以他特別還在臉書上發出這個貼文啊 說這個高雄安的這個氣色看起來不錯 那大概我認為他的工作就是說 高雄安我已經人治益盡了 對不對 我已經陪你去廟裡拜拜了 那所以 林國成剛剛的說法嘛 就是一種切割 但是我最不能接受就是林國成說法 他說 你們根本就在雞蛋裡挑骨頭 我必須講 高雄安的這個事件 他的問題在哪裡呢 因為你要知道 他所有的貪污的這個金額 已經高達就超過十萬了 那超過十萬會是什麼 什麼什麼這個什麼點呢 就是說如果超過十萬 他的判刑有沒有 就是會七年以上 如果貪污他判刑就是七年以上 而且高雄安 他走的這個法律訴訟的這個戰略 是走無罪推論 那你無罪推論 就是他是不認罪 他不認罪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是非常困難 去做減刑的動作 而且他的態度是很差 更何況是你要知道台灣歷年來 類似案件裡面 只要有一個助理或一個這個辦公室的人 他認罪 基本上一定判刑 他們幾乎全都認啊 除了水母啊 就三個認罪 三個認罪 就是公衛文啊 我怕大家聽水母西醫什麼都聽不太懂 公衛文啊 就是那一位沒有認罪之外 三位辦公室主任都認罪嘛 所以大家來講高雄安如果怎麼樣逃脫 我覺得很困難 那雖然今天有一些網路人就在傳說 沒有高雄安會不會只是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什麼叫做偽造文書 那其實我覺得基本上是非常困難 那另外就是說民眾黨的態度 民眾黨的話就是很多人就說 那你高雄安是不是要辭職 你辭職的話呢 在進行這個補選的話會比較有尷尬 但是目前我來看這個地方跟這個黨中央 目前他們裡面的人啊 是沒有再去做高雄安的事件的討論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特別 另外我認為就是 就算高雄安再出來選 或民眾黨再推出來選 我認為國民黨這一次是絕對不會讓的 那國民黨在不讓的狀況下 其實我認為柯文哲的最後一線生機 絕對就泡沫化了 所以也就是說高雄安明天啊 判刑的結果就會注定 高這個柯文哲泡沫化的時程啊 那時程的天數會差幾天 可能明天颱風差一天 後天颱風再差一天 讓他拖兩天啊 那我相信今天啊 全民的心情難得很多人不想要明天颱風架 我知道 但是我是建議大家 還是趕快做好芳台的準備 上公 上一波 好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午七點半給你清水嗎 感謝支持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正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 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 消極力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陪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 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 友善字幕版 等你一起來